你们俩在家这个是怎么分工的 各种家中的大小事情 没什么分工吧 一般不能听男的 男的爱撒谎 咱们听诗诗的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哎哟 在娱乐圈的众多女性当中 要问哪个女性过得最幸福 莫过于四爷之气流诗诗了 要颜值有颜值 要眼睛有眼睛 要身姿有身姿 最重要的呢 是还嫁给了长得帅还不花心的吴曲龙 众此周知 吴曲龙和刘诗诗因步步惊心结缘 两个人在2015年结婚 婚后的吴曲龙啊 更是把刘诗诗宠上了天 家里大事小事都是他一手全包 心里心外呢 都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那两个人结婚多年 恩爱有家 却啊 频频传出已经离婚的消息 结婚多年常常合体秀恩爱 突然被传离婚 难道昔日的恩爱却是假象吗 其实主要原因呢 还是因为两个人没有孩子 吴曲龙和刘诗诗的恋情 一开始并不被看好 两个人年龄差距大 而且那时候 吴曲龙已经是非常成功的 家喻户晓的明星了 而刘诗诗呢 还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 也有人调侃吴曲龙老牛吃嫩草 因此这样不对等的关系啊 并不被看好 直到两个人结婚才终于 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 但结婚将近四年 刘诗诗一直都没有怀孕 这让很多人都认为 夫妻俩感情不和呀 对于这个说法 他们并没有出面回应过 后来刘诗诗经常被传怀孕 但每次都是假新闻 就这样两个人离婚的消息 愈演愈烈 那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两个人还是有感情的 但有一方呢身体不健康 吴曲龙瞬间成为了怀疑对象 一时间关于吴曲龙不行的新闻 也是铺天盖地的袭来 吴曲龙的第一任妻子玛雅叔 两个人结婚多年 但是没有孩子 后来玛雅叔被拍到和外籍男子约会 从那之后两个人离婚 而玛雅叔和外籍男友走到了一起 并且有了两个孩子 吴曲龙和刘诗诗结婚多年 一直没有动静 所以众人才怀疑吴曲龙不行 后面呢 对于没有孩子的事情的原因 也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两个人都没有任何问题 婚后依旧非常恩爱 在一次节目当中 刘诗诗就不小心说了嘴 道出了这背后的原因 网友听后啊 纷纷表示太现实了 刘诗诗说 自从和吴曲龙结婚以后 两个人都有各自的事业要忙 就在一起的时间很少 经常是奔波两地 而且自己不太喜欢小孩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呢 也只是为感情充电 暂时不会考虑怀孕 而吴曲龙也非常尊重其子的想法 他完整地回应道 谢谢大家的关心 我们正在积极努力 届时呢 会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好相惜 吴曲龙的妈妈也出面帮忙回应 都知道刘诗诗是属于乖巧温柔型 在嫁给吴曲龙之后 便是想安心做个好媳妇 这也是让吴曲龙妈妈很高兴的 当被问及刘诗诗是否有喜时 吴妈妈脸上笑颜顿开 称没有都在忙 最近最大的工作就是在家里陪小孩玩 这是最幸福的时光了 那后续的一些工作安排 现在是有一些公司上的一些筹备的工作 都在做 那自己影视的方面可能要再等一等 终于在2019年4月29号 刘诗诗顺利产下一个男孩 吴曲龙的友人向媒体证实了这个喜讯 表示啊 诗诗已经生了 官方呢将会公布喜讯 当天上午 吴曲龙就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这一喜讯 穿小朋友来报道 母子平安 谢谢大家的关心 刘诗诗也转发了老公的微博 并写道小朋友超级可爱的 看到刘诗诗产子的消息 大家都纷纷送上了祝福 恭喜吴曲龙老来得子 刘诗诗当初在事业的上升期 选择嫁给了二婚的吴曲龙 可以说是非常勇敢而坚定 而吴曲龙呢 也将全部的宠爱都给了刘诗诗 这样双向奔赴的爱情很令人羡慕 如今有了爱情结晶 祝福他们一直幸福下去啊